佛光照大地发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逐渐走出疫情的阴霾了 日前美国洛杉矶的西来 4月前重启了诗题讲座 特别邀请到佛光山文化院的院长 一空法师幽默畅谈 禅与现代人的生活 有三人俗笔的三须的记忆定位 看看日谈界定会生学 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 用幽默风趣方式 在影台下超过100位听众 了解禅与现代人生活 有什么关联 学习中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 无所不在 行住坐卧接食禅 慢慢的去参悟 即使是在厨房里做饭 我们都可以慢慢参悟这颗禅心 我觉得对我们都很有受益 因为他讲的这些都是 我们生活化的事情 只是空师傅他在 更加的解释 让我们更清楚 把健身佛法变得浅显易懂 让听众说获门门 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洛杉矶西西来寺 终于重启实体讲座 也让听众格外感动 三年来差不多 第一次现场听 法师的讲座 一空法师的这个 讲的这个 禅与现代人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活泼 我们大家是笑声不断 非常的感动 魁伟已久实体讲座 让大批佛光人齐聚法生昏命之家 以法相会 也在佛道上有所成长 明镜与是美国洛杉矶 总和报道